大家好,日本的NHK报道是日本政府打算扩大制裁名单,其中首次将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居民粮药材料和零件的公司进行制裁 这也是日本首次对中国公司进行大规模制裁 报道提到日本特别讨论对消化纤维供应问题 日本政府正准备一份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名单,将对其实施出口限制 日本首相安特曼英雄预计会在6月13日至15日与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公开盖名单 这将是日本首次因俄乌局势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中国外部发言人毛宁6月3号记者会长强调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 中国不向交战方提供武器,严格管控两用无效 这一点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 毛宁还表示,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是光明正大的,符合世贸规则和市场原则 不针对第三方,有数据显示俄斯进口的武器零部件和两用物品超过60%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人在发言中也提到这一点 一同时,日本计划联合美国修复美军舰船以及飞机,并扩大导弹等生产 新条起报也报道,致力于允许日本造船厂修理维护美军军舰 不把他们送回美国本土造船厂维修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尼尔在昨天的致辞中强调 在发生动能局势或武装冲突时,为节省时间至关重要 伊曼尼尔在100人出席的场合表示 我认为值得充申的是,该机会不会投射威慑力 会议不会产生产准备 真正目标是执行一项计划 以利用彼此的技术智慧能力来增强彼此集体威慑力 这次会议与会的由日本采购技术物流局局长申责正述 他表示,其他工作组将在未公开的日期举行会议 讨论类似的军用飞机导弹生产计划 并为一些计划建立可持续的供应链 日本、美国已经开始朝着同一方向迈进 这些想法将通过提高美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和提高日本的应变能力 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牛尔从去年7月开始主张 日本合作、开展、传播、维修计划 于今年1月开始宣布该项计划启动 另外,伊万牛尔在开幕词告诉记者 说美国国会正在起草一部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将为该工作组讨论项目提供资金 伊万牛尔说 相反,中国目前拥有大约370艘军舰 预计不到6年的时间 中国规模将扩大到430艘 6年后,中国将拥有5个航母战斗群 5个航母战斗群记住6年的时间 而中国现在正在开始同时建造 两艘很有可能是核动力航母 中国现在有3艘下水 两艘再造 就是5艘航母了 而且有2艘是核动力航母同时再造 就是同时要下水2艘 大家可以想象5到6年的时间 中国海军的能力是在逐渐提高 美国的造船厂维修保养方面平均落后4000天 美国方面人工成本太高 招不到工人 而且美国现在潜艇航空母舰 它的整个应对能力反应的效率大大相低 它全世界都有热点 它不够用了 所以它必须要集成时间 就不能再返回美国 往返途中的时间大量消耗 所以它就地在日本本土进行 维修 还有进行升级保养 美国最多曾拥有13家公共造船厂 用于军事生产和维护 现在只剩下4家 伊曼妞尔说要与中国海军扩张 相匹敌日本的造船厂至关重要 即使你今天就说我们将在美国建立更多的造船厂 你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够建成并投入运营 那这些年是我们承受不起的 所以它也承认 美国现在整个美国都在疯狂玩了一张纸变纸 一张纸变两张纸的金融游戏 都在华尔街 都在股市 你看美国的股市泡沫吹都大 一张纸变两张纸 两张纸变十张纸 没有人去真正造什么 造船 造军舰 所以很多美国的造船厂大量倒闭 不玩实体 去玩虚拟经济 那这个打起仗来的话 大家知道 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如果开动马力的话 中俄如果合作的话 你知道二战时期美国生产20多艘航母 对吧 那中国现在如果整个的 全部进入战时状态 中国海军造船能力还会加倍 这实际上是非常恐怖的 战争打的不是那张纸 华尔街把那些纸 拿美元砸中国 用那一捆一捆的美元往中国砸吗 没有用啊 他得买产品 谁能生产 中国 所以美国现在非常着急 还有这个伊曼尼尔 他是犹太人 我也在讲他是犹太人 另外在日本那个造船场 他在解放军导弹射程内 都不用说解放军朝鲜的导弹射程 也能覆盖整个 说回到乌克兰和日本 日本首下安德雄的13号 计划在意大利召开的G7峰会上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 那么我之前说过 日本和乌克兰将首次签署为期十年的双边合作协议 那日本呢 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120亿美元的支援 协议中的明确表明 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非杀相亲武器 在清除地雷、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妇女儿童、人道状况、生活重建 推动农业发展、治疗伤兵、情报领域 在日本宪法框架内 允许的范围内将支持乌克兰 协议为期十年 而这份协议呢 根据俄罗斯情报显示 双方将共享情报 日本在远东地区 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收集 将向乌克兰情报总局共享 也就是说乌克兰方面将获得 中国和俄罗斯远东情报 甚至可以利用 日本在俄罗斯和中国远东 黑龙江地区的情报网 向乌克兰情报总局提供 中国相关的信息 甚至可以进行渗透 最简单 乌克兰找一个华裔 华裔乌克兰人 伪装成日本人 日本人给他签发 对吧 护照 真正的日本护照啊 结果这个人是乌克兰人 华裔还是 你不管哪个意 反正长得就像中国人 然后呢 拿日本护照进入中国东北 他想做什么 他想做什么 没人知道 这就可以叫情报的合作 所以俄罗斯现在对日本和乌克兰 在情报上面合作非常关注 只是简单举个例子啊 他们还有很多的合作 包括海上 日本在海下有很多情报网 对远东地区 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日本海方向 很多目标都有侦查 包括朝鲜 这个情报也可以向乌克兰方面提供 所以这个方面的合作啊 并不简单 而且未来可能涉及到攻击 和远东地区领土 甚至包括中俄石油管道 中国现在其实也很 也很关注 那瑞士政府宣布啊 10号 将讨论啊 乌克兰提出的这个 和平峰会 目前的90个国家组织登记参加啊 其中一半是国家元首 但实际上呢 美国这些主要的盟友都不会参与 甚至连美国自己只派出一个副总统 连阿根廷的米莱都不去啊 阿根廷的米莱都没有去 米莱也聪明 去干嘛呢 那参加率啊 按照说法是60% 中国呢 拒绝参加 那日本的经济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本经济呢 是今年首次出现这个负增长 那根据日本的 国内报道啊 说日本内阁10号公布的GDP 一季度的修订数据 年化环比数据下降2.0% 至1.8 下降幅度有所收斩 仍然低于前期市场预测的下降1.5% 也就是说日本GDP自去年四季度转正以后 再次出现负增长 与同时呢 日元疲软导致燃料食品成本上涨拖累 家庭支出 日本服务业情绪值在5月初出现恶化 那这凸显呢 日本消费的脆弱性 日本经济萎靡不振啊 目前仍未显示出明显的复苏迹象 占据日本经济活动一半以上的人 个人消费下降 除了拖累日本的一季度GDP下滑的主要原因 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个人消费环比下降0.7% 连续四个季度下降 创2009年以来 消费持续下降最长纪录 而且今天最新的消息呢 韩国方面公布啊 韩国人均GDP3.6万美元 已超过日本 日本是G7国家里边 人均GDP最低的 而且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又是全世界 全世界倒数G7里边最低的 就什么意思 日本既不生人 不进行增长 人口不增长 反而呢 人均GDP反而在下降 大规模的下降 也就是说 日本的整体经济在全世界竞争能力在下降 而且全是按照美元计价 那么也就是说 在美元体系内 日本已经被其他国家替代 包括中国 韩国都在什么 都在超越日本 这是按照美元计价 不是按照日元 所以日本整个的经济现在来看 已经出现了什么 已经出现了倒退 那日本经济萎靡不振 目前显出呢 没有明显复苏迹象 但是现在日元贬值啊 所以日本的央行处于两难境地 日本首相按照文雄的经济增长策略组的顾问 组长上周呢 上周五曾呼吁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 警惕日元贬值的影响 呼吁呢 反映出日本政府对日元贬值担忧日益加剧 日元贬值首先推高了日本的这个食品和燃料价格进口 日本是两头在外啊 他自己没有资源的 他是加工型的嘛 他日元贬值以后进口东西就贵了 而推高了家庭生活成本 所以日本老百姓生活反而更加困难了 再加上人均GP在G7里边是垫底的 甚至被韩国超越 所以岸田门雄政府头痛不已 日本财务省6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呢 5月底外汇储备下降至1.23万亿美元 比4月底减少了474亿美元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 日本卖出持有美国国债在外汇市场买入日元 进行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对日元的救市 但日本政府救市行动效果非常有限 日元的汇率短期得到提振又迅速回落 目前的日元汇率下降至1比157附近 仍为34年来的最低 就是实际上日本他想救日元的话难度非常大 货币政策的方向选择上 日本央行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日本央行需要加息支撑日元 另一方面的日本消费又疲软 并不支持日本央行加速加息 日本央行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 进行外汇干预本身是政策上的矛盾 会制约干预措施的长期效果 日元和美元巨大的利差背景下 日本官方的任何过干预 并不能真正的有效影响日本的汇率 大家又把日元马上变成美元 卖日元买美元 然后去投资美国 存到美元账户里面 所以日元会被大量抛售 这才日元贬值的最重要原因 而现在利差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问题还会长期化 日本的GDP的萎缩 在全球GDP排名中继续下滑 去年已经被德国超越 日本已经不是世界第三了 第四 印度在2026年将超过日本 印度超越日本 而且因为日元的贬值 很有可能2025年 印度会提前超越日本 这是现在日本的整个的经济情况 你从整体来看 美国现在利用围堵中国和俄罗斯 我觉得现在美国要对 现在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看美国和中国是一直在竞争的关系 对手 但反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直在向前 而且是正增长 而且在美元体系内 没有被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而且在美元体系内 中国是最大受益者 中国成为美国的对手 成为美国的对手 反而中国增速反而更快 而美国的盟友日本 听话的小弟 非常乖 美国说做什么就做什么 反而他的经济增速在下降 这个就非常有趣啊 我一直在讲这个美国和盟友的关系 美国的盟友体系 什么叫盟友啊 其实你看过很多 这个电影里面提到过 就是什么吸血 美国要吸这些盟友的血 来养自己 那么美国在和对手竞争的情况下 他要吸谁的血 他不可能吸对手的血 他吸不到对手的血 他就只能吸日本 吸欧洲这些盟友的血 所以跟美国做盟友 最后是被吸血吸干 而美国呢 现在和中国 你可以看这种对抗的关系 反而保证了中国 很多特殊的利益 虽然美国对中国进行限制 但实际上 中国获得了额外的利益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就是这样的 福祸相依 日本虽然能获得美国一部分的支持 甚至美国的一些这个高科技 但实际上 美国最后还是要吸日本的血 从根本上把日本吸干 不然的话 美国无法和其他国家对抗 因为美国消耗太大 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化 全球体系 全球控制 特别对澳亚大陆 而中国不需要 那中国呢 和美国形成对抗 反而保护着中国自己的产业 而且中国在美元体系内 中国又是美元最大的一个支撑 你要看懂这层关系 你就发现日本 他没有领会到什么叫美元霸权 反而中国和美国这种非常密切的合作 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让中国获得一个非常完美的位置 没有被美国吸血 又很好地利用了美元霸权 表面上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又对你进行限制 但是中国和美元之间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而且是美国美元霸权 强烈的依靠中国 又不能离开中国 不能离开中国制造 中国的独立性 又让美国没办法吸中国的血 保证着中国的利益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很有趣 不是说美国的盟友 你成为美国的盟友 就高枕无忧了 你很有可能成为被吸血的对象 你再回头看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 乌克兰就是个工具 现在来看 全世界去要这些钱 最后还是要消耗在战场上 这种消耗 我觉得是长期化 而且是无底动 很多钱真的进入战场了 很多钱是不是被乌克兰 那些政府的贪官 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资产 泽兰斯基非常富有 所以我一直在讲很多事 大家一定要看懂 现在整个世界的逻辑 没你想象那么简单 你以为俄乌战争 什么正义 邪恶这些东西 你再看背后的经济 你再看现在日本 人均都被韩国超越了 美国最强大的盟友 现在被吸血 吸成什么样 日本人口是负增长的 死的比生的多 人均纪力还是一直在下降 整个国家的经济能量 负增长 就这样还得援助乌克兰 还得让美国吸血 我之前说过 日本会非常惨 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 殖民地最后就被吸干 一定被吸干 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 要崛起的原因 他不想自己变成 美国的一个工具和血包 也想独一 他也想利用很多问题 使自己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 所以今天你看懂这个逻辑 你就知道了 未来中国和美国这种竞争 这种关系的竞争 实际上对中国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保护 让中国没有被美国 美国整个盟友体系捆绑 把中国当成那个吸血的对象 你看看日本 现在你就知道 日本未来会更惨 因为中国整个产业升级以后 会完全替代日本的现有产业 包括德国 车 汽车 你看到了吗 日本生产的汽车 未来日本的所有的车厂 生产的企业都无法和中国竞争了 这个产业整个会被中国吃下 那日本未来 你会买日本车吗 不会了 就会买国产车 因为品质 质量甚至比日本还好 那就是替代 替代以后 那么日本它的整个产业和中国高度的什么重合 中国就替代了日本 日本现在的这种国家的实力 它不足以支撑它现在和中国进行对抗 那未来日本在整个东亚地区 它就被变化 而且它的经济体量规模是在逐渐缩小的 看到了 按美元计价都是在逐渐缩小的 美国要吸所有这些盟友的血 包括G7的血 包括欧洲盟友的血 日本也只是开始 日本是那个最弱的 后续是欧洲 看着 连昂主萨克逊的英国 美国也要吸他的血 美国这个国家不简单 它是非常恐怖的 吸血狂魔 所以当美国的盟友 一定被吸干 反而当美国的敌人 或美国的对手 能够自保 它吸不到你的血 所以跟美国接触 特别跟美国 就美国的这种制度 美国人 对抗 对抗 千万不要按照他们的想法 进入他们的一个逻辑 你会被带到坑里 永远出不来 反其道而行之 你反而有一条活路 你看中国现在就是 整个欧亚大陆也是 中俄 还有伊朗 为什么反对美国 我不希望变成你的血包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美国在利用各种民主 自由这种东西 在碎片化欧亚大陆 但是还是有少数的国家坚持 反对美国那一套 反而这个国家 我觉得最后会真正的维护 欧亚大陆的稳定 维护欧亚大陆的安全 不会发生世界大战 日本现在 我觉得对中国各种的制裁 也是日本未来 它和中国脱钩的一个开始 而日本你可以看到 跟中国脱钩以后 美国不会照顾日本 反而会更加加速日本的衰亡 就是日本的企业 你卖到中国 会受到中国的制裁限制 因为你和中国打贸易战 开始对中国进行限制 而美国也不会对日本 进行照顾很多日本的企业 卖到美国的东西 卖到美国的一些产品 甚至也会被美国收关税 特别是川普回来以后 那你看 日本失去了美国 失去了欧洲 欧洲也向右翼 右翼上台 也向右转 欧美整个市场 日本都会受到限制 又失去了亚洲的中国 跟中国打贸易战 最后中国也对你射险 所以实际上是在加速日本的衰落 加速日本的整个的经济的崩溃 所以在我看来 美国是在利用日本 现在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这种急切的心态 显示自己的中心 反而把他拉进了美国的陷阱 美国下一阵政府上来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一定要对日本打贸易战 欧洲又一上台以后 对日本韩国也要加上关税 那个时候你跟中国的关系又搞僵 你看 你不能向欧美卖 受到限制 也会被中国限制 这三个主要的大的经济体 都排斥 你有好日子过吗 所以日本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困难 我觉得最后有一天 可能中国人均都会超过日本 日本又回到几千年前那个状态了 几千年什么状态 中摆又摆回来 所以人类世界 其实你看历史 你就知道未来 看历史能知道未来 因为这个中摆 不管怎么摆 它最后还回到终点 一定会回到终点 过去几千年 过去几千年都没有发生变化 在日本过去是边缘化地带 未来还是边缘化地带 而欧亚大陆才是人类文明的中心